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53伏的暴力昂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拳皇爭霸 我們今天的話有入到八強賽事 今天的成績 喔 沒有到前三名 只有到第四名成績 喔 幾分其實夠 到第三名 可是 主要是勝場數 剛好少 十次 如果我是十勝入八強的話 那就有機會了 那我們就從第三場開始看吧 看一下是不是 不是NBC 喔 不是NBC 那我們從第三場開始看 我們的總戰力也破了 終於也破三百萬了 這也是我們目前登陸以來的 里程碑 好 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帶大家來看一下 目前的話 差不多也快到 周年慶了 我們目前的話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目前的話我們的登陸是 一千零一十四天 然後戰力已經突破三百萬了 這是我們最新的里程碑 目前的 好 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第四場 第四場 是禍祭打禍祭 所以 41萬的禍祭 這會打得有點久 很大 這個應該真的也是 讓他站到十回合滿 啊 目前的話賺量 也是 要存一下 像今天的符文的 兌換的話 我是有換 因為你們如果 像金色的話 我覺得是 至少必備一下 至少必備 因為金色的部分的話 畢竟 跟紫色還是有一大的落差 然後金色的部分的話 至少兌換的條件 也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你在普通抽的話 金色其實都還可以拿得到 就是那個 每天打的那個 塔塔的 拿的也可以拿來抽 有機會也可以抽到金色 同一個位置太多 那就把他換掉就好 只是換掉的話 基本上等於是要 換兩個 換兩個 你才能 換 因為他換兩個的話 是20 所以基本上換三個 只能換兩個 這是 比較虧的一些事情 比較虧 但是至少換到 對自己有用的 第五場遇到的是 零衝打的 白盧 四十五萬 我們是 瘋八 基本上應該是 被 虐啊 唉唷 這個爆擊 這個爆擊槍 消了半桶多耶 這戰力 有差 對不對 那個 六門開的還是有差 沒有開到六門大招喔 沒有開到 有開到 有開到 有殺掉還是 沒有 想說這樣子 一般有機會的感覺 沒有息怒到 肥的不夠多 不然的話 有機會 我們再來看第六場 第六場遇到 軟趴趴 就是 那這些 排陣好像是昨天的 所以我就沒看了 所以這一場 竟然是用爪巴去打他 非常奢侈的 一戰 好 再來看下一場 第七場 第七場 遇到的是 22萬的包子 我們是47萬的朗特 其實在那一場 輸了後面還可以遇到 戰力還蠻高的人 算是還不錯 算是還不錯 那我們再來看 第八場 第八場遇到的是 26萬的巴神 我們是 30幾萬的K 這時候 那時候我剛上線了 那時候看到這一場 覺得 會不會沒希望 畢竟 畢竟那個 八神可以 音樂戰戰力可以蠻多的 那如果是 六門爆擊 我是覺得也是很可怕的 我們再看第九場 第九場的話是 57萬的無界 我們是 58萬的 沙白 基本上其實都是 56萬 這兩隻十隻戰力都是 我的阿修也把他 再升到 56萬的戰力 基本上跟沙白 會差一點點 這個是 無限的小技 電子 超級村 最高的 還不怕 你 至於 我们的盾还没被破盾 有机会破盾了 破盾我也攻击一上升了 沙白就是这一点强 我们再来看第十场 第十场遇到的是55万的女暴风 好险今天有好好地练了一下阿修 让他战力也快要再回到第一位的情况 所以他今天可能会比较力战 而且这女暴风没有暴击 暴击我就挂了 我们吸血率也蛮变态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四强赛 四强赛的第一场遇到复活大 复活大在线上 可能当然是他可能在打巅峰的部分 所以可能就没有摆 摆正 啊我的话是 从这边看的话 我是摆这一个 沙白 霍迹跟爪八 那下一场的话我就觉得会输 所以下一场我就不摆 就没有去摆中他了 我看沙白到底有没有办法 1吃3他的强度有没有办法到这样 会不会狼特放不出大招来的 会不会狼特放不出大招来的 还是放了到底吃到 他放了两次还是三次的招 竟然盾 还是没有什么 没什么被消耗 自身免疫迷乱 所以霍迹的迷乱对沙白是没有用的 霍迹反而打得很痛 这样的话应该是霍迹 就要可能会赢 只是要看一下 到底我们如果一直 让他没机会放烧的话 还有机会 我格长其实第二下 其实感到还蛮痛的 哎呦 急杀了 霍迹 杀白 一战 那就是白奴 连白奴都战掉的话 那是真的就蛮夸张的 迷乱了 哦 我有大招 没有小劲 need 出评 互相 何 有 没有 不 有 你 這隻白盧很會格擋跟那個抗 有禍擊還是很猛 雖然應該是不至於暫 應該不會暫時回來 沒有 因為他復活的話 不然才不會暫時回來 雖長會佔白不住 六門招 打他好痛喔 這個復活後怎麼變好軟 好 我們再來看冠軍 冠軍是靈衝大 對上揚檢大 喔 戰力都很強喔 這兩隊戰力都 但是我覺得有女暴風的地方會比較有優勢 因為女暴風太變態 反而沙白之間可能要看完死為何 互相的消怒氣 消到天荒地 該不會是這個死為何都互消怒氣 喔 終於有一個沒有嚇到天荒地 沒有嚇到天荒地 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結果竟然是揚檢大的輸 結果竟然是揚檢大的輸 會不會 淋衝大的 沙白會一吃 我做不到一吃三 他會不會一吃三勒 喔 好痛 應該是六門的五界吧 我殺白輸了 女暴風要來一師生二了喔 超狂女暴風 白盧應該也是被搞虐 攻角虐... 沒有開落 這個打下去也太痛了吧 這傷害不科學啊 忽然都覺得... 藍暴風好可憐喔 好我今天恭喜零衝大獲得冠軍 那就來稍微... 為...影片最後再稍微為大家帶一下 文慶典的話 我大概都只會抽第一次啦 因為第一次的話 他至少... 欸是必得什麼東西 我忘記了我都只會抽一次了 我忘記為什麼只抽一次了 本期的話是荊棘 我就... 雖然我禍技是用荊棘阿 但是可能就不會特別去點 然後再來就是符文兌換器 我基本上我會看同... 我只要同個位子 如果有多的 我就拿來把它換掉了 阿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都會暫時還是先留著 阿目前還有30 但是這一次的話 是荊棘阿 荊棘、沸騰跟混亂 但是混亂的話 我目前沒有角色帶 沸騰的話主要是阿修 所以阿修已經全部了 阿荊棘的話 我禍技也已經全金了 所以這兩個角色 就不太會去... 再做兌換的動作 因為全金就是等紅的 再慢慢把它太換掉 太換掉成紅的 這樣就是... 再來的話可能就是 要看似要先搞... 沙白還是爪八的 因為爪八的話 可能狼特的話 漸漸也比較沒力了 可能就是... 狼特的... 像第一個跟第三個 可能說不定到時 會移去給爪八來用了 因為狼特現在也漸漸沒力了 到時... 我可能也說不定會轉陣容 只是到時看是要怎麼轉 目前的... 兩個會下的 假如真的轉的話 要下的 應該可能就是狼特跟... 白草的部分 這兩隻到時在看 看就是要怎麼做變化的部分 好... 那今天的主要事也是 達了三百萬里程碑 跟我們的簽到也是已經一千多天了 好... 那我們今天全王爭霸跟一些小活動介紹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